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用PS5手柄连接Windows台式机或者比一本电脑玩PC游戏 我之前发过三个视频了 收到了很多评论和私信 但是最近一直也没怎么回 因为很多人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在我这不能复现 因为在我这没有这些问题 那怎么办呢 正好最近我重新装了Windows 10 所有的都是新的 正好这些问题可以复现 另外我刚才发现DS4 for Windows这个驱动更新了 变成了3.1.0 正好和大家做一个全面的分享 首先我们先找到PS5或者是PS4自带的那根数据线 把手柄连到台式机或者笔记本的USB上 这样它俩就连通了 我用的是PS5手柄做演示 如果你用的是PS4的手柄也是一样的 好下面我们看电脑屏幕 一个全新的Windows是 在第一次接入PS4手柄或者PS5手柄的时候 会自动安装一个程序 它会自动识别这个手柄 我们来到设置 进入第二个叫设备 音频有一个叫Wireless Controller 这个就是手柄的自带的扬声器 提前先说一下 这个视频所说的PS4和PS5的手柄一定要是正版的原装的 如果你花60多块钱或者100多块钱买的二手手柄或者之类的手柄 可能不能使用DS4 Windows 第二步我们从它的官网下载这个软件 我一般会给大家分享这个链接地址 我今天也更新了 下面这是DS4 Windows的官网 也就是这个网站 在它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我把这个DS4 Windows软件放到了网盘上 另外它还需要一个.net 算是依赖包或者基础包 我也把它放到了这个网盘上 网盘里有一个文件夹 上面这四个文件就是 X64是64位的 这个X86是32位的 一般的电脑都是64位的 另外这个DS4 for Windows 它是支持Windows 11的 但它不支持8.1 以及以下的Windows版本 下面这是具体的安装情况 在我之前的有三个视频都分享过了 这三个视频也都在我分享的这个页面里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是第四个视频 这个网站它可以下载 我是从这下载的 .net运行时的X64 这是X86 另外这个3.1.0X64 是从这里下载的 然后放到了网盘上 现在我还没安装 现在装一下 我这个是Windows 64位的 怎么看和各位分享一下 先进入设置 系统 这有一个关于 这有一个系统类型 64位操作系统 那就用X64的 如果是32位的 你选X86 这个64位的在这 先给解开 有这么多文件 我先把它放到其他目录 不要放在桌面 我给它放到C盘的一个我的目录下 这个DS4 Windows 然后运行这个彩色的DS4Windows.exe 它说需要安装.net 6.0.6 X64 现在你想要下载吗 很多同学给我发私信 问我都是这个问题 他可能不懂英文 他看到了这个界面 以为就不能用了 其实他在问你是否要下载 我点击是 他会自动跳转到一个网页 让我手动去下载 可能因为每个用户的网络原因 或者对这些软件不了解 不知道该下载那个 所以说我暂时先关闭 然后运行这个 这里一个X64 这俩都是X32的 先不管它 或者可以删掉 运行这个6.06 X64 安装成功 这是DS4Windows软件的一个依赖包 然后进入DS4Windows 应该就可以了 还有主要是英文 他说是DS4Windows这个软件 它有一些配置 这配置是放在软件的目录 还是放在程序的目录 我建议选择程序的目录 因为这个是一个绿色软件 如果重装系统还能保留 但是这可能得需要管理员权限 UAC 这有一个提示 叫VIGEMBUS没有安装 那我们安装一下 这个提示很清晰 只不过就是英文的 因为有很多同学问我 这一步该怎么选 因为当时我是很多年前装的了 我也忘记该怎么选了 也没有这种提示 所以说还是重新装一个系统 一个全新系统 可以把这些问题附线 那根据提示呢 它提示的是要安装这个 第一个 这是一个驱动 如果这个窗口重现 在安装之后 你需要重启你的电脑 这个第二个是 如果你是在Windows 7上 要安装360的驱动 那我们选择第一个安装 又是一个对话框 然后选择勾选 我同意 然后完成 来试一下 关掉 我现在用的是北京联通的网络 并没有用其他手段 可以了 右下角显示 正在设置虚拟的XBOSS 360控制器 然后我们来到DS4的主面板 就能够看到了这个设备 这是PS5的手柄 如果你用的是PS4手柄 这个位置它的名字会变 但是效果是一样的 现在右下角又有提示 XBOSS 360控制器 For Windows 已经设置并准备就绪 这有一个其他设备 这个是XBOSS 360控制器 For Windows 这是一个虚拟的设备 关于这个驱动 我还是简单的说一下吧 之前的视频也说过 如果不装这个DS4 Windows 你用的是原装的PS4 或者PS5的手柄 插在电脑上 是可以玩一部分游戏的 这得看游戏 另外如果你有Steam Steam上的游戏 有的是官方下载的 有的是手动添加的 因为Steam对这种PS4手柄 PS5手柄支持的比较好 一般情况下 它也都支持 可以免去这个DS4 Windows驱动 但是还有一部分游戏 它对这款手柄的兼容不好 所以这个软件的开发者 他才开发了这个DS4 F Windows软件 它的作用就是在你的电脑上 装一个虚拟的 Xbox 360的驱动程序 在玩游戏的时候 可以找到这个虚拟的驱动程序 他一看 你的电脑里有一个 Xbox 360的手柄 我们也可以买一个真正的 Xbox 360的手柄 插在PC上玩 这种手柄的兼容性是非常完美的 几乎是百分之百 这个DS4 Windows软件 主要的就是这个驱动 它相当于一个中间件 或者是一个转换器 但是这种转换器也不是完美的 也不是支持所有的游戏 就算是支持 也不一定支持的特别完美 如果说想在PC上 用手柄好好的玩游戏 想省心 最好玩一个Xbox的手柄 那样是最完美的 这样DS4 Windows就可以正常识别使用了 关于如何使用 我之前的视频里面分享过一些 分享过一部分 如果你喜欢的话 建议去看一下 那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